大家好,歡迎回到道次第 我想先從這張照片開始 你看到這裡有一位女士,她正開車趕著去上班 她看著手錶,這跟我半小時前的樣子一模一樣 我住的地方離學院大概45分鐘的路程 我急急忙忙地上車,因為我要遲到了 我想Dim和Sage可能會生氣 我很著急地跳進車裡 我想,如果我開快點,應該還可以趕得上 我啟動了車,在路上狂奔 走的半路,就發現自己忘了戴電腦了 那我就不能錄像了 我就得返回家裡 這就別想著要準時了 Tim會對我愉快地微笑,說 你遲到的太離譜了 你覺得自己就會好傻呀 當你在趕時間,開車要去某個地方 然後你意識到自己忘帶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所以緊趕、慢趕都沒有用了 你不得不返回去,再拿上忘帶的東西 然後再趕回來 所以今天的主題叫做趕著上班 或者重複做事 在美式英語裡叫做重複工作 需要重複工作 重複工作是什麼意思呢? 讓我們來讀一下 我們要讀一首小詩 由卓越的聖勇尊哲所作 我想他生活的年代大概在 他的書已經譯成中文 我們知道時間是公元434年 他已被譯成中文 他應該是,我猜大概是龍樹大師那個年代 也許是近2000年以前的事情 他寫下這首詩 這首詩選擇一本關於智慧圓滿的薄薄的書 一本很薄的關於彼的書 這裏寫到 THED PA NYID PA TAN DU BANG CAD ZHING THUB BSGYAL THED PA NYING BYAS TAN PA LA GZHAN PHAN RO'I ZHIG RAN ZHIN DE RANG BZHU JIG RTEN DUD RUB TSUL LA DUD MED PA JIG RTEN DUD RUB是很美的表現 DUD RUB,這個詞 獎勵50美金 泛文是什麼? 40 30 20 10 Siddhartha Siddhartha 是,Siddhartha 是,Siddhartha 意思是達成目標 當佛陀還是王子時 他的名字就叫西達多 意思是為了其他人 而去做你該做的事 JIG RTEN意思是為了其他人 JIG RTEN意思是為了其他人 JIG RTEN意思是為了其他人 JIG RTEN意思是在這個特殊的體系裡 你心中想著所有眾生 無數的眾生 你逐一看到了他們 逐一看到無數眾生 你牽掛著他們 一直考慮如何照顧他們 有些人 他們被分心 意思是有兩種不同的方式追尋靈性生活 有可能你已經學習到此地很多年了 那你可能會習慣於這種理念 基本上有兩條不同的路 我們說有三條,但比較低級的兩條合併在一起 你可以想,好吧,我可以選擇大城 我可以嘗試生起菩提心 我可以嘗試經歷格西老師談到的這種體驗 他一直談論這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談論它 但是他好像認為這種事是有可能的 我可以去走那條大城路線 我會嘗試做些可以幫助宇宙中一切眾生的事 我幾乎毫不勇猶地相信 我必須思考 我有可能遇見宇宙中的一切眾生 我有可能逐一向他們承諾 我會為你服務 格西老師和這些偉大書籍讓我獲得信心 所以這是你可以走的一條路 或者你可以說,這聽起來很好呀 這聽起來確實讓人驚嘆 但是讓我從現在的水平開始吧 我就做做沉潔冥想 試著在廚房裡耐心對待老公 讓我就從普通人的氣墊開始吧 也許我以後再嘗試做其他的 我以後再嘗試做其他的 去嘗試看見宇宙中一切眾生 目前聽起來有點過頭了 即便是選擇理解老公的故事 理解彼的故事 而不是嘗試這個體驗 看到宇宙中一切眾生的體驗 這個在英語裡叫做白費力氣或者重複工作 意思是,無論如何你到頭來還得返回來這麼做 就像匆匆忙忙地開著車離開了家 然後你又不得不掉回頭返回去 回去拿忘貸的東西 因為你出發得太匆忙了 他這裡說 如果你考慮一下 除了嘗試看見一切眾生 並且為他們服務外 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的道路 所有方法 實際上都是 Tumepa Tumepa意思是徒勞無果 這些不會帶給你什麼成果 無論如何你都要返回去重新開始 所以這個評判非常有力量 他幾乎是在批評直見空性 我們就要進入這種感受了 這個領域有點危險 直見空性是你能做的最偉大的事嗎? 為什麼他談到直見空性時的口氣 那怎麼變得毫無意義了? Ni po ten du bang che shing 他說 放棄這種想法 你覺得你可以選擇 從比較低級的冥想 或者較低的目標開始 你必須從頂端開始 你必須從嘗試出發 這種一切眾生的體驗開始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 你就不會去返回去 重新開始 你將來不用返回家裡 拿你忘帶的東西 然後再回來 你再浪費時間 放棄你還有其他選擇的想法 當然你還要直見空性 當然你還要理解筆 但是既然我們已經講到上世道的章節 十年來第一次 我們這樣說 擁有這種體驗是非常重要的 這種幫助每個生命 或者與每個生命對話的直接體驗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擁有這樣的體驗 整個生命都改變了 整個生命會改變 一切都會不一樣 你所有優先要做的 所有的希望、夢想 所有的活動 一切都會與別人完全不同 嘗試去得到這種體驗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靜修營接下來的時間裡 我們會談論很多這方面的內容 THED PA SNYING PO BYED STAMS PA LA THUD SKYAL THED PA SNYING RJE STAMS PA LA THUD SKYAL THED PA SNYING RJE STAMS PA LA ZHAN PHYAL THED PA SNYING RJE STAMS PA LA ZHAN PHYAL RO BYIG RANG SHIN DE DAG BSGZUG 放棄這種你應該專注在其他事情上的事情 那些人的想法 THUD SKYAL THED PA SNYING RJE STAMS PA LA 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方面 THED PA 佛陀曾經教過 這基於NIN RJE 照顧他人 嘗試重複那個我們一直在談論的體驗 就是你可以遇見每一個生命 這是你生命中獨一無二的體驗 那幾分鐘 那15到20分鐘或者半個小時 會定義你整個人生 你的整個生命就會改變 你生命中所有優先事項都會發生改變 你會走在真正的幸福大道上 你出生的目的都會改變 跳進同一首歌的海洋裡 意思是 SHEN PEN SHEN PEN意思是照顧其他人 為無數眾生的利益 為那些你直接逐一遇見的生命而奮鬥 如果我們進修營裡有一兩個人或者十個人能有這樣的體驗 難道不是很棒嗎? 如果有人在半個小時裡真的與宇宙中所有眾生見面 難道不是很棒嗎? 這不是很美妙嗎? 我查閱過這句引文,這是正確的 關於這點沒有任何新的表述了 於是他引用了格西普多瓦的話 他是格當派最早的格西之一 生於約一千年前 他說,這些格當派的人 他們是第一代 他們有點像我的同輩中 第一次走進印度的西皮士們 他們起初是非常奇怪的人 就像是他們國家裡非常怪怪的人 他們有點像是瘋狂的西皮士 他們去了印度 帶回來這些理念 我有點被他們吸引 為他們感到驕傲 但他們不是在寺院裡長大的 他們有勇氣以不同的方式修行 和他們當時的整個文化是不同的 他們是想學習這些東西的西藏人 他們是第一代 我覺得我們所有人都可以算作第一代 對我來說,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我幾乎有慶幸感 我們沒有生長在佛教國家 我們學習這些是因為我們有勇氣 而且想要學這些 我更喜歡這樣 普多瓦格西說 順便一提,格西在那個時候還不是寺院裡的學位 在那個時候 格西指的是格湯派的老師,格湯派的大師 他們大多數是居士,在家修行 MGRABGYAL CIGGS LA DZE'I CHANG NYID MIN TANG PO NYID NAS DE'I CHEN LAM BYOD 他說,你看,在西藏有無數條小溪 無論你去哪裡,都要跨過這些小溪 在西藏這是件大事情 這就像對美國人來說要刷牙之類的事 每天都要做很多次 你會騎著馬穿過小溪的淺灘 因為在西藏,喜馬拉雅山脈是亞洲所有大河的源頭 長江,櫃公河,橫河,雅魯藏布江 亞洲所有大河都起源於西藏 所以你總是在跨越那些汇聚成大河的小溪 他說,不要犯傻 不要在錯誤的地方跨過小溪 不然你就要在10分鐘後再一次跨過它 因為那裡有個圈,或者是弧形之類的 聰明點,看看地圖,不要跨越同一條小溪兩次 意思是,直接奔著去體驗 遇見一切眾生 那就足夠了 你就成功了 你就不用再回來了 就不用像忘了東西在家一樣 你要返回來,然後再開車過去 你這樣會更高效 從一開始 你就應該進入大乘 大乘的含義 就跟它一樣 你擁有這種遇見一切眾生的體驗 大乘不是一個系統 不是一組書籍 大乘是 直接遇見每一個生命 並且對它們取下承諾 順便一提 如果你對它的詩感興趣 它非常特別 是偶數音節的八個音節 通常是 大大大大大大大 這裡是 在藏文裡,這感覺有點奇特 感覺很獨特 GYU CHIGS LA GYAL THENG NI CHEG BSGOS CHUNG BA LTAR GYUR LA 我不想兩次跨越同一條河流 兩次拉起衣服 這裡是這麼說的 在西藏人們通常都穿的是長袍 哪怕是在家居室也穿很大的,很厚重的衣服 兩次拉起褲子跨過同一條河 有點愚蠢 BYUNG BA LTAR GYUR LA DIR MA SED DRA CHUNG PA DE LA ZHI DE YIN NA SNYON PA ZHUB PA NA DE BA SNYAM BSAMS KYI MI SKYAL PA YOD PA'I 然後他就跳到另一個話題 順便說一下 如果你在學藏文,這本書好的難以置信 非常地卓越 這一定是所有藏文書劇中最偉大的一本 這本書由赤江仁波切所寫 是我老師的老師 他寫了這本書 寫下這些教授 而且他這一輩子一定是花了很多年讓這本書很完美 評寫非常完美 語句很完美,意思也很完美 我在這本書裡的內容中找不到任何錯誤 DE BA SNYON PA ZHUB BA SDE 他突然跳到另一個話題 為什麼呢? 他說,阿羅漢 讓我們說說阿羅漢 讓我們說說正得涅槃的人 顺便说一下,他这里所说的是低级阿罗汉 证得低级涅槃的人 如果你证得高级涅槃,那已经是佛位了 那就没有太多理由要讨论了 他在这里说道 那些成功证得涅槃,低级涅槃的阿罗汉 他们只是斩断了所有负面情绪 他们能在这个沙发上坐几百万年 他们处于某种纯净的快乐中 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怀疑,或者任何问题 DE DAZHI DE YING ZHI DE YING 这意思是极起地 他们可以几百万年坐在那里 DE RE SNYAM ZAMS KYI MI KYI PA ZAMS KYI MI KYI PA 意思是难以置信的 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低级阿罗汉的快乐 这不像那些药物引起的兴奋 昏沉冥想之类的 这是清明的,有觉知,非常完美 带着对空性的完全理解 他们安住在那种状态中几百万年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 DE LAS LAM MI DANG YAM NAS DE LA SKYAL PA MANG BU PAR NYANG PAR SHAR 当然他们心里想 我就这样待着好了,现在没有理由起来 LAS LAM MI DANG NI LAM MI DANG NI LAM MI DANG NI 他们不想起来,只想坐在那里 LAM MI DANG NI GAL PA MANG BU PAR NYANG PA 一坐就是几百万年 YAM PA SHAR 在处于冥想当中 DE YUR RING KUN NYON NA NAS PAR GAS ZHIG 现在这个对比比较有趣 你要记住这个对比 这里有一个人证得涅槃 这里有一个人已证得涅槃 他们停留在这个美丽的个人空间 这里有一个人去了地狱 落入了地狱道 他们在那里花了很长很长时间 在地狱道烧毁了那个恶业 他们烧毁了那个恶业 然后,回升到了人道 他们落入地狱道 在那里呆了几万年 然后,DANG ZHOR THOB 他们返回重返人间 拥有了狭满人生 他们重返人间拥有狭满人生 所有人类生活的必需品 THOB PIN TE CHANG GI RANG MA SHU 他们找到一位大乘的老师 那位老师教他们如何拥有遇见无数众生的体验 他们得到SANG GI RANG THOB PA 他们证悟了 他们确实很努力,然后证悟了 仓俗的 一方面,这里这个人证得个人涅槃停留在那里 另一方面,这里有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惨 落入地狱岛 然后他在那里经历了几十万年 他设法偷生为人 在生而为人的时候,他进入大乘变成菩萨 哪一个更好? 哪一个更快? 哪一个花的时间更短? 哪一个更高效? 不对,去地狱 好吧,这个更高效 这很奇怪,非常奇怪 超级奇怪的说法 我再说一次 有一个人 比如说他正确地做了十足冥想 达到了个人涅槃的境界 他在那个状态呆了几百万年 但不能成为佛陀 他只是阿罗汉 在个人的快乐空间里 有另一个人 他伤害人,杀害,射杀人 他去了地狱道,消耗了这些业力 他努力设法转身成为人 然后学习,学习,学习,就成了佛陀 你想成为哪一个? 帕彭克说,第二个 这很酷,很奇怪 那下地狱吧 我猜他是说真的 SANGS SKYEGS KYI SKOS PA'I THO PA LA GYANG SHIN TU CHEN BA'I NA THEG CHEN RING CHEN TEG MEN GYI NAM DU SHUG TE DRA CHONG THO PA LAS 知情的人 真正明白事物如何运作的人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远离个人涅槃 他们不会试着去那里 因为那里太香甜了 你在那里会一呆几百万年 然后你还是再过一次那条河 你还得回来拾起菩提心 然后再回去 DRAG CHONG THO PA LAS DRAG CHONG THO PA LAS 我们应该在自己意识里种下这颗种子 然后我们应该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 来摧毁我们拥有的所有善业 然后受伸到地狱道 再奋力投身为人 然后在那一时 那颗来自很多是以前的种子打开 那时候我听闻大乘的佛教 我听见有人说 你可以遇见一切众生 那些旧种子 在地狱经历数千年后成熟了 ZAMGYA BA SNYUR 这会很快 ZAMGYA BA SNYUR SNYUR BA 这会很快 ZAMGYA BA SNYUR BA 所以这会更好 比起在个人涅槃的状态下浪费更长时间而言 去地狱道是条更好的路 这种说法有点出人意料 我这儿有一张图 我喜欢翻看这些图片 我前几天收到我的信用卡账单 显然我是享受这些照片享受过头了 我不是抱怨的 只是有点吃惊 信用卡的账单怎么这么高 然后我就意识到是因为这些道次第的图片的原因 无论如何 你看这张照片 一个男人在展示什么 现在听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觉得这只是一张简单的旧照片 但不是的 这是一张非常深奥的佛教照片 我花了很多时间 还搜索了亚洲经典保护计划 翻阅那些古书籍才找到这张照片 好了,开玩笑 这位女士问这位男士 我怎样去Rimrock 然后那个男士就跟他说 我可以告诉你 就在17号高速路上 但是那里封路了 发生了意外 我建议你绕个道 我建议你绕个道 然后她说 不,我不想绕道 我才不相信你呢 只要告诉我17号高速公路在哪里就行了 我不相信那个会更慢 我不打算走你说的这条绕远的路 那么如果她是佛陀 她会说 好吧好吧 今晚呢 17号高速公路已经封路了 我建议你绕道而行 因为今天晚上你会走得更快 这样走会快一些 但是你不相信我 你想走17号高速公路 去吧,走这个出口 然后你就会走到17号高速公路 一切都会顺利的 但是她撒谎了 她对她撒谎了 明白吗?非常有趣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我再说一次 17号高速公路是从凤凰城到Rimrock的最佳路线 这位女士正在问这位男士 我怎样才能到17号高速公路 这位男士知道今晚17号高速公路会很慢 她告诉他,你不要走17号高速公路 我会告诉你一条更慢的绕行路 不,我不要走更慢的绕行路 她说,听好了,它是一条更慢的绕行路 但是你会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因为17号封路了 她说,我不信 告诉我17号怎么走就行了 她说,那你走这个路口 然后她告诉她的是通往绕远路的出口 因为她爱她,她想帮助她 明白吗?这有点好笑 一个有趣的例子 但是很完美,相信我 文本是这样的 GNGON MEN THO'U GSUNGS KYI THED MEN GYI CHUD TEN PA'I TEN NA DROG CHONG PA'I THOB KYI GYES LONG DU CHUB LA JANG PA'I YANG KYI SNGON DU PHED TE THED CHEN GYI CHUD TEN PA'I 从前 有一个低级的阿罗汉 它叫做家业 有很多家业 他在教授一种低级的小城佛法 DRA CHONG PA'I THOB KYI GYES LONG DU CHUB 有60个人将要证得涅槃 是小城的涅槃 60个人准备好了 就要证得小城的涅槃了 因为这位伟大的小城老师正在教他们怎样做 他们马上就可以成功了 因为他们马上证得低级涅槃 文殊施力在那里实现了 智慧的佛陀在那里现身 他故意教他们这个 直接遇见所有众生的理念 跟他们对话 告诉他们 我会照顾好你们的 CHOD TEN PA'I LOR MA CHOS 这不适合他们 现在,听好了 这位佛陀 一位有读心术的证课 他给予他们错误的教授 他故意教他们大乘佛法 这些人马上就要证得小城涅槃 文殊施力打断了他们 教给他们更高的方法 会发生什么呢? NOR MA CHOS PAR LOG TAR BYAS LOG TAR BYAS 是什么? 奖励50美金 答对了,奖给他50美金 记得提醒我 这些人跟文殊施力说 你是个蠢货 我们马上就要证得涅槃了 你却在胡说八道 让我们去见每个众生 你见鬼去吧 这有点奇怪 因为文殊施力知道他们会这样说的 但他依然说了这些话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这就是那个男士告诉那个女士怎么走路 他想让他们去地狱 因为那样会更快 这很让人惊讶 难以置信 他讲了一些不适合他们的事 因为他想让他们对佛陀无理 他们没有证得低级涅槃 反而去了地狱 但是他们意识中有听过关于大乘佛法的种子 酷吗? 这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我意思是,跟随这种行为你可能会很危险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未来 我觉得我们对这种方法应该很小心 THA'I GZHAN GYI CHUR TAN PA'I LOR MA CHUB PA'I LOK TA BYAS TE GNYA BAR SKYES 他们去了地狱 LAS SON GYI STUN PA LA SHUB PA NA 然后,那位小陈老师,嘉耶,就生气了 去佛陀那里投诉文殊实力 他说,我正在教这60个人 他们马上就要证得涅槃了 这个人过来惹怒他们 他们对他一生气,破坏了冥想,去了地狱岛 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学生呀? 释迦牟尼说,是的,那是我的学生 THA'I GZHAN BA YANG GYI THAB SKYES THA'I GZHAN BA YANG GYI THAB SKYES 是什么呢?50美金 THA'I GZHAN BA YANG GYI THAB SKYES 文殊实力只不过是做了THA'I GZHAN BA YANG GYI THAB SKYES 哦,对了,现在我就欠他一百美金了 释迦牟尼对家业说 不是家业,佛是另一个家业 佛陀说,听好了,是的 文殊实力是要把他们带到地狱去 那个人说,什么? 他说,是的,这叫做有一个新的词 出乎意料的策略 Séji,你们在商业演讲中怎么叫这个词? 破坏性的 颠覆性的创新 对了 文殊实力正在做的是颠覆性创新 你说颠覆性创新是什么意思? 他想让他们去地狱 因为这会比两次跨过一条河更快 好的,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顺便一提 我们马上讲到在道次第的这个章节 在这里,帕邦喀仁波切说 人们说道次第是讲给孩子们的 但是道次第确实是直接的密法 JAS YIN BHAG BSKYED TAM PA NYID LAK PAR STUNG LAK PAR STUNG 他说 文殊实力 这是完美的方法 完美的策略 我们快要讲完了,坚持一下 GNYEN RANG DANG CHONG NAM ZHI THAR SNYAM BSHAG BSKABS SANG GYES KYI KU TE TEG CHEN LA TSUL NANG NGAR SHI DE RO LA SNYAM PAR SHAR PA LA KHOMS CHE BA 在涅槃中的第一集阿罗汉 YAM BSHAG BSKABS 他们进入这种很深的个人涅槃状态 有件很出名的事我在ACI教过你们 那会发生什么? 对,你要那样带上几百万年 然后有人拍下你的肩膀 是佛陀安排的 他说,嘿,你还没完成呢? 起来吧,你还得回去再过一次那条河 掉头,回家,拿上你忘带的东西 他叫醒他们 关于这点,应该写一部剧本 有个人在冥想 有个人走过来 把薯条放在他的鼻子前面 起来了 GUL TE TEG CHEN LA TSUL NANG 然后佛陀带着他们进入大乘佛法 但是 NAR PHYI DE RO LA SNYAM PAR SHAR PA LA KHOMS CHE BA 他们依然有这样的倾向 在意识里的夜里倾向 倾向于这种神智、模糊的涅槃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佛陀没有选择 文殊师利没有选择让他们证得涅槃 而是在中途叫醒他们 因为他们的意识里依然有坏种子 他们依然会被第一级涅槃所吸引 所以他送他们去地狱 非常有意思 NAR PHYI DE RO LA LA SNYAM PAR PHYI MI NAR PHYI DE RO LA SNYAM PAR PHYI MI SEM SKYES SO GYUD LA SKYES PA MI TSUN 否则,他们就不会被吸引去见一切众生 NAR PHYI DE RO LA SNYAM PAR PHYI MI 这些在个人涅槃里的人 对他们而言很难达到NINJA KAR RUNA KAR RUNA 是悲心 慈悲 对他们来说很难 他们无法对普通人产生同情 他们无法想象普通人的生活有多么艰难 他们的生活如此喜悦 最好的菩萨是有很多个人问题的人 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菩萨 如果你参加这次清修营 而且还有很多个人问题 你认为,哎呀,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 我不能给别人很多帮助 就在这里,佛陀说 你非常适合做菩萨 那些在生活中有很多问题的人 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人 菩萨道的教授 就最适合教给你们这样的人 因为你都经历过 菩萨的工作就是爱那些有困难的人 如果你不知道那些困难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爱他们 好的,你们参加这次清修营的人 你们的生命不是那么完美 你们却是菩萨的最佳人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集再多讲讲 谢谢